好,什麼是毒? 身體所不需要的都是叫毒 所以中醫講百病有百因,百因毒為首 邪毒腎,正氣衰 什麼叫邪毒腎,正氣衰 因為你的生活不良 所以你會覺得等一下火氣大 像小女生是不是會長很多痘痘在身上 有沒有?那怎麼辦? 好簡單,叫他不要吃冰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那你越吃冰,他的鬥作越多 只要不吃冰,就解決問題 他自然就會上吊 那有的人就不信血,因為我長大了 過了這個時期,我就不長了 這個時候,毒就藏起來了 藏在哪裡?藏在各個組織器官裡面 到處流竄 所以,現在糖尿病只有13歲就完了 以前,講到高血壓,高血脂 大概到50、60才會發生 台灣的統計,人口急激減少了年齡 幾歲到幾歲,各位知道嗎? 就50到60之間 死掉的人,比例是最高的 這些人都怎麼樣? 剛剛退休 他死掉的比例最高 所以,在這裡面,毒就藏在你的身體了 體液,慢慢地水急成癮,癮成痰 所以你講話有時候很多痰,會常常吐痰 早上起來,講話沙啞 有什麼?有那個睡覺的那一種氣息在 那個就代表你的痰多了 那就代表你的身體狀況走到哪裡了 是不是? 那痰酌而固化,最後熬成石頭 從無形到有形,由稀薄到濃稠 從軟到硬,從小到大 各種組織開始產生結石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樣了解? 所以,毒沒有排出去,在哪裡? 在你的身體 在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 身心靈都會生病 身體只是比較明顯而已 心靈看不到 所以 我們現在的 醫院呢 就是疾病醫學 它就是把你那個症狀處理掉而已 那真正的健康呢 是心理也要健康 從心理健康開始 最後 很多問題點 你自己會感覺到 很好 所以 越講科學化的治療 其實你越糟糕 我以前有常常舉這個何社長的例子 他 他去看一個日本療養院的院長 因為他西醫 他要開刀 因為他三天就要開刀 他看到這個 這個中醫師來 熟 他起來要把把脈 中醫師把他剝開 說 今天不把脈 我問你幾個問題 你家有沒有養魚啊? 有沒有?有啊 阿魚你出門 兩個禮拜以後再回來 這個魚就奄奄欲襲了 怎麼辦? 年輕人怎麼辦? 把水換掉就好了 對不對? 裡面 裡面魚會大便嘛 對不對? 水很濁嘛 所以把水換掉就好了 這個 這個院長也是知道 養過魚的人就知道 只要把水換掉就好 這個 何社長說 我才不要換水 不要把魚抓起來 把他肚子剖開 把他裡面切片 切完片以後 我要把這個切片拿到 實驗室去化驗 去培養 看看到底他 這個器官 得什麼續徑來 來怎麼樣 來助徑 對不對? 所以我 培養出續徑以後呢 我才決定用什麼樣的抗生素 把他注進去 這樣 病就治好 是不是這樣? 那你請問 你需要這個程序 還是換水就好? 我看我喜歡 把它補開 切片 化驗 鐵咬 那再來注 抗生素 我們是不是到醫院都這樣? 那你覺得你需要這樣 還是你現在講說 我要換水就好 實際上你到醫院 你還是會按照這個程序來 不是嗎? 所以 你要什麼 你自己要決定 觀念如果不通 你可能患痛這個毛病 對不對? 所以 用藥 噴我萌 或者是神經穿導物質 或者是自由基 維他命 放木質等等這些 最後 其實 為什麼藥放在最上面? 最好是不要用 中藥還好 中藥也是用其偏性而已 因為你寒我就給你熱藥 你熱我就給你寒藥 它是用其偏性的 因為藥死童年 那西藥就不一樣 西藥是什麼? 西藥叫做化學的酸毒 它進去就排不掉 好 我們廣告 這個苦拿藤 進去24小時都可以排掉了嗎? 真的嗎? 是不是這樣? 不一定喔 我們 這裡後面有一個寫的 石化合成製造的藥品 英文叫做化 它就等於酸毒的意思 它會在體內累積 不易排除體外 所以我們用藥 其實比較重要是生活處方 比較重要是生活處方 好 那我們再檢視我們生病的徵兆 如果你長期以來感覺到 眼睛會痠色 視力會擦 頭暈 頭痛 肌肉間頸都會痠麻 疲倦 做得很容易打瞌睡 小便有一點困難 皮肉傷口不容易易合 時間久了才會易合 那其實 它這裡只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血液有的問題 剛才不是請你們手撐開嗎? 看看你的手有沒有紅色一塊一塊很大塊的 你如果有 那就代表你血液 血液濃稠了 濃稠了 好 所以我們常常講 這個叫做左血液 你看齁 右手邊 這些東西 都是你會發生的疾病 左手邊都是你會發生的疾病 右手邊都是 裡面手含的成分 這個叫做左血液 所以 人 你只要把血液清澈了 基本上 就不容易生病 那血不清澈 譬如說高血壓高血脂等等五高 都是血液太濃稠的 那血液太濃稠的 那血液太濃稠都從哪裡來的? 吃太好 蛤? 吃太好 吃太好來了 那就從大廠 好 好 好 這個就是血液 正常的血液是這個樣子 圓圓的 它會分開 因為分開它帶氧分跟帶 帶什麼? 帶那個氧氣的面積才大 好 那如果你是這樣 紅血球疊在一起了 它帶氧分跟帶氧氣的面積很小 對不對? 所以 雖然血壓很高 但是 還是帶不到氧氣啊 帶不到氧分啊 所以它的效率是很低的啊 所以 血壓就越來越高了 這樣了解吧 因為 裡面就代表 你的血栓就越來越多 所以 它把血液就擠成一塊 你們看到 好 那 這個 中間用箭頭那一塊 就是你的外面 就是你的外面 常常外食足 吃到的 那個 油脂啊 油脂 油脂 我們常常是吃錯油 或者是 好油 用錯方法 煮飯的方式啊 它會擠在你的血液裡面 有沒有 它就一整塊一整塊 這樣慢慢的 你的血壓會不會高 一定高的 這個 這個血小板 因為血小板 你東西油脂進來 或者說其他的 煤進來的 血小板就開始 怎麼樣 去攻擊這個煤進 那 血小板 是一個代表 其實它有 B細胞 T細胞 NK 殺手細胞 等等 它的一波落一波的來攻擊 就像我們政府裡面有警察 有便衣警察 有憲兵 有特種部隊 它一個一個跟著後面來 隨著你的問題點 它的那些 B細胞 T細胞 NK 殺手細胞等等 就一個一個來 那這統稱叫做血小板 這樣了解嗎 那所以來的話 它就 跟它一作戰 兩敗即傷 這些 屍體 跑到那裡去 就在 血管壁上 複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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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是將來 你會發現到血管 會堵塞的原因之一 這是血小板 劇情 那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代表 結晶斑塊 越來越大 與血栓形成必然 很大的關係 這個 旁邊 就 我們剛才看的那個 脂肪 油脂的問題 那中間 紅色的部分 就開始 混在一起 那這個結塊 那很明顯的 這個叫做 動脈 周狀 單塊的緊性 已經開始 你已經有問題了 血管已經開始 脆化了 這個 開始 脆化以後呢 你會發現到你的腦部缺氧 這個 訊息已經出來了 很容易就 看一點電視 看的時候 眼睛就痠色了 就不想再看了 就開始出現徵兆了 這個就心肌缺氧的訊息就出來了 因為它堵在中間 它就心肌出 是 那這個 照理講 它是整片要沒有空白 沒有白色的部分 那現在白色 越來越寬了 代表 自由肌已經進來了 已經把它吃掉 細胞的 一個電位 所以自由肌進來了 自由肌會造成 像我們眼睛的什麼 黃斑病變 這個白內障 等等 都是這個造成的 那些都是 兩萬倍的攝影 那個顯微鏡造的 這個就是 我跟這個張先生去 去跟一個整合療法 兩個博士 去跟他討教的結論 那 所以 我們人 因為肝出問題 所以 腸胃出問題 腎臟接著出問題 心臟也接著出問題 最後 肺臟也出問題 就是 木克土 克水 克火 克金 一個循環以後 人就掛了 所以這個循環裡面 也許 木開始病變了 但是它沒有病變 它會跑到 腸胃去病病 因人而異 那如果你腸胃有病變了 代表你的肝也有病變了 只是它沒有叫出聲音而已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一切都是什麼 是血液出了問題 那血液出問題怎麼辦 出了什麼問題 好 我們人後根會有什麼 靜脈曲張 靜脈曲張 有沒有 要生過小孩 都有靜脈曲張的問題 靜脈曲張就是 因為女生做家事就站著 站的時候 那個血液上不來 那靜脈是 一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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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走路 它血液往上面擠 它才能上來 那如果你就站著 站久了 你就靜脈曲張 所以你要走路 走路 它就 就從這管子裡面 一直一節一節 往上面擠 同樣的道理 銀脈也是這個樣子 休息一下 好 好啦 我們就等一下再談這一塊 這一塊